欢迎收看居家2.0 我是高文英 本周最新包含口罩的实名制2.0版正式上线了 不过大家忧心的是台湾是不是出现了断药危机 特别锁定的是慢性病患者该如何自处 今天我们再一次提醒包含欧洲中东警示升级了 还有东京奥运考虑会延期 介绍重量级嘉宾 首先欢迎前中区抗上指挥官感染科医师王润贤 王医师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梁慧文 您好 大家好 韩毅中医师陈兆青 您好 大家好 区系专家康仁俊 周老大好 好 新冠病毒会变异 他职工的是中枢神经 先来看这次报道 武汉一名患者以为新冠肺炎终于治愈 从方舱医院出院的证明上 写着2月26号 但没有想到 人不是才刚痊愈 结果3月2号 患者的太太竟然又收到死亡证明 病好了又再度发病 让人担忧这病毒 是不是比想象更可怕 而这起案例 是不是也间接印证了 美国一名病毒学家所说的 痊愈后病毒 仍可能少数的存在于体内 不过最近还出现更可怕的案例 北京地毯医院ICU主任医师刘锦苑指出 医院内出现了一名患者 他不只呼吸道和肺部受损 就连中枢神经系统都遭到病毒攻击 诊断出出现并发性的定毒性脑炎 导致出现意识障碍 虽然这些病例都是少数 但也在在证明了 这病毒恐怕还存在许多未知的可怕 今天权威告诉大家 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哇 王医师这个病毒 他会多免疫啊 怎么说 最新的研究是说 五位的患者 他的排毒期最长是37天 是病逝之后才会验出病毒 之前我没有看到 这个病毒不断地在变异 它不只轻肺 它还供中枢神经会并发脑炎 所以重点是关键字 变异在ING 因为病毒它的繁殖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所以说它繁殖速度快 它又是个拼凑而成的一个东西 它并不是复制的东西 复制通常比较不会错 所以常常会有变异 那变异有多频繁呢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讲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 艾滋病病毒里面 你一个人得到艾滋病 一颗病毒掉到你身上去 然后当你 当你这个病毒开始繁殖的时候 大概你有300种病 300种艾滋病毒在里头 所以这种病毒的变异 在病毒本身就很常见 这个病毒是非常特殊 它跟流感跟SARS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从死亡病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端倪 死亡的病例里面 它被攻击主要的器官 就是肺脏 跟它的免疫系统 这两个系统 那免疫系统 这个被攻击掉以后 这是在SARS 跟我们的流感 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的免疫反应 起得非常非常的慢 起得非常慢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免疫反应 是跟我们两个东西有关系的 跟一个病人的症状有关系 另外一个跟病毒的清除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病人 我们可以看到 在新冠的病人 他基本上 他的症状非常非常的轻 因为他没有免疫反应嘛 对 那另外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它的清除 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没有免疫 免疫起不来 那万一有的人 到后期 他真的起了很强的免疫 出来了以后 这个病人会产生 肺部的纤维化 或者其他器官的 所以相继出现了 对 这个就是问题出来了 所以这个免疫 对这种病人来 对这种病人来讲 到底是免疫要加强好 还是免疫要降低好 到现在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未知数 是非常恐怖的 我们记得那个澳洲的音乐家 他来台湾的时候 他当时有一些状况 所以他去诊所就医了 但是现在跟旅游室 已经无关了 当时的医生 并没有认为说 把他归纳在武汉肺炎 把他当成一般的感冒 所以当时他的症状 还没有到五肺 那我们如何判断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 有一个感冒 发烧流冰水 我们去看我们如何自保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病毒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要鉴定它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靠着旅游室 对 这个病人在台湾 之所以会被忽略掉 就是因为他没有旅游室 他那个旅游室 不是我们认为的 风险地带的旅游室 澳洲不是 所以来的时候没辙 你就直接就放掉了 那到了澳洲以后 他才被证实 不是澳洲比我们厉害 因为澳洲把台湾 列为需要塞查的国家 对 所以他这样一出来的时候 他就弄出来 要不然同样一个人 为什么在台湾塞不出来 在澳洲 一去澳洲就塞出来 就这个道理 好 惠文同时也要请教权威 为什么 军协成为防疫缺口了呀 他就说四个人是在韩国发生的 他去捐血 结果是确诊 在韩国大秋 就是前阵子有这个病例 让大家还蛮惊讶 就是说他被确诊之前 他说我有去捐血 然后结果当地当然 相关单位就很紧张 然后一查发现 其实还有六个类似这种 都是确诊的病人 然后但是他在近期之内 都有做捐血的动作 那后来呢 而且这个血液呢 一个人他就输给九个 一个人输给九个 已经输了 就虽然他们后来有追回嘛 可是就是已经 就是使用上的 已经有九个人 就是用了血液 当然他们会 目前来讲 我们新冠的这个病毒来说 它是以飞沫跟接触为主 那血液来讲 专家会认为说 这个传染或感染的可能性 是偏低啦 但是还是要谨慎 所以我们国内呢 目前包括那个疫情中心 跟这个捐血中心也有一致的共识 就是认为说 我们只要是 你有去过二级警示的这些国家 通通都是暂停书写 暂停捐血28天 那这个警示国家 到今天早上又更多了 又多了八个国家 都是在北欧部分 包含了意大利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欧洲 中东 全部都警示升级了 都纳进来了 所以就是说 目前不小的血库的部分 会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现在还不清楚 因为当然我们就是 现在出国旅游的人 也比较少了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个 旅游史的一个部分 本中我们看到的是 第二次的武汉台商专机 顺利抵台了361人 不过康哥 在这其中有人拒绝检疫 不过你讲说顺利抵台 确实也这个 你说真的平安到达 这个是一件事情 但是过程当中 似乎也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波折不断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是讲说 船是407个这个人要回来嘛 最后回来是361个人 而且分两架包机回来的状况 比如说以第一架华航来说 其实我们载了这个 所谓13名的医护人员过去 那本来所有的这个状况 你看我已经先有名单了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些到机场的 应该通通都是会接受 我们这样安排 然后就回来 没有想到呢 首先有18个人拒绝接受 这个我们的这个检疫啊 那这18个人拒绝接受检疫 你就没有办法上飞机 那你到机场干什么 就大家也都很好奇 那后来也有人上了飞机之后呢 因为有拖延 所以有人讲说 他临时要下飞机 有人讲说 他好像觉得体温太高 也要下飞机 所以一家三口也都下去了 所以拖了非常长的时间 本来预定是在这个 那个那一天晚上的 8点多就要到 就后来到了半夜才到 那这一次回来 这个所谓的361个人里面 当然分送了几个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隔离的这个处所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台湾在这里面 要大阵这样的进来做 事实上国内 对于这个所谓的检疫的 这件事情 是做得非常非常丁精 我们讲丁精都非常认真 你光看 以现在来讲 国内整个确诊的个案图来说 其实虽然大家讲说 哇密密麻麻 就这个图上面 好像很多人都在这上面 可是你光看到 国外一天告诉你 确诊就是几百人几千人 那种都是用千在算的 我们都是一个或者是两个 当然在这个 整个国内确诊个案关系图里面 案34例是被大家比较关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大家都看得到 比如说你是在家庭里面 或在家族里面 可是案34例被认为说呢 是不是有所谓在院内 有群聚感染的这样状况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34例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认定说 他有这个一个清洁人员 三个护理人员 后来有包含到 他的陪病的家属 甚至连同病房部同事的 就是案45例的那个部分 也被确诊讲说 应该是透过他的这个途径进来 那当然最新的 还有包含案46例 也是他的这个儿子 慢慢也是后来被确诊当中 不过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医检单位 也是告诉大家讲说 现在不要把它定位 叫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可以算得出来 他都是在这个病房里面 并没有扩出说这个病房 整个院区哪一个是怎样 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防疫里面 被大家认为说 最少能够安心的地方 我们光讲国外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像美国好了 美国很多人就觉得说 美国是世界强权 应该是很多 你记得当时 他们把那个什么钻石公主号的人 接回去的时候 他的班机开到哪里去 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开到机场 他们直接开到军机场去 然后在军机场那边就进行隔离 结果没有想到 川普之前还讲说 我觉得这个美国 应该不会有这个大问题 我跟现在问题可大 到我们现在录影的这个时间为止 美国确诊人数 已经破了900人 而且死亡的人数 到了26人左右 那对于川普来讲 他当然会觉得被打脸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你要拿出一些方案 他现在就讲说 那他拨83亿来作为紧急支出 而且要提一些法案 可是你具体怎么样 说真的都没有人知道 美国也被人家质疑说 你们是不是整个欧洲 或欧美人士 你们对于这种防疫的概念 跟台湾真的不同 你知道台湾现在很多国家 都说台湾真的好棒 每个国家 你会看到什么新闻突然讲说 哪一个国家的议员就讲 你看人家台湾多 学台湾啊 对 日本都讲说台湾也很棒 连日本 大陆我们都觉得说 日本应该很强的 他也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 来我们举个例子 台湾有个营养师 他说他之前到美国去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疫情 已经开始有起来 可是还没有到说 真的非常非常远 因为现在大爆发是最近 结果他就讲说 他到那个医院去报到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时间 是在3月3号上午11点33分的时候 他就发文 他说他到医院去的时候很乖 他想说有疫情嘛 有疫情我们这边从小观念 就是说应该戴个口罩 结果他就说 他到医院去的时候 奇怪怎么进去的时候 没有人戴口罩 只有他一个大 他想说是不是太早来啊 如果晚一点到搞不好会动 他说在那边等着的时候 奇怪怎么大家一个一个进来 都没有人戴口罩 而且他还去问人家说 你们怎么不戴口罩 现在不是应该要那个吗 对 结果旁边还问 你知道旁边那一个 贝拉问了还反问他 你干嘛戴口罩 他说不是啊 现在疫情这样不是应该戴 他就跟他讲 他说你可能刚来你不知道 在我们就在美国这边 我们是有生病的人才要戴口罩 如果你戴着口罩在那里走 人家会对你抱以头疑异样的眼光 他说怎么可能 结果你知道吗 他说他整天下来的时候 发现整个医院里面 他这样初步估算一下 大概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有戴口罩 其他人都没办 而且听说英国 好像也不戴口罩的 其实确实 这个国情差异真的很大 比方说我最近就是 刚好有一个在英国念书的朋友 然后还有一个在德国的朋友 他们都分享他们当地的状况 他们自己本身是刷得要死 可是他说路上完全没有人戴口罩 然后像我那个英国的朋友 他就是去那边念书 刚好念公卫所 他说学校已经有确诊的案例 可是他们只收到一个email 是学校发给大家 学生做通知的 但是是非常轻描淡写 只告诉他们说 现在有发生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operating as normal 然后我们的公共卫生部也告诉学校说 对于员工 访客 学生都是正常的 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校园持续开放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他不是留防疫专线 他是说请找牧师 找牧师 就是肯谈之类 分享这样子 然后提供心灵的支持这样 那另外一个在德国朋友 他也是说 因为德国我们最新状况 他们最近 尤其这几天就是爆发的蛮厉害 已经全境都沦陷了 他就说 他的小孩去学校 被当成异类 因为他坚持让他儿子 还是要戴着口罩防护 然后他去看牙医 牙医师还跟他在那边对杠 就说 我告诉你啦 戴口罩没有用 这个防不了 这个武汉的肺炎这样子 就算你戴了也没有用 就是那个观念上的落差 是差很大的 我请教王医师 社区感染 你认为台湾现在就是已经社区感染 没错吧 院内感染 我们已经看到了 所以现在健康的人 不用戴口罩 这个定义 这个定位还存在吗 要不要修改 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是到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只是说我们 在社区感染出现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社区 有风险的地方的时候 就必须要实行全面口罩政策 所以我们健康的人 比如在路上逛街还是不必 但是你如果到了一个风险族群 就是风险的一个群体里面 比如一个人口密集机构 一个学校 一个机关 这个时候进去就得戴了 台湾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 我们听你的意见 我们如何自保 社区感染基本上来讲是有 我们现在来讲 因为我们国家 它没有很积极地去塞社区 所以社区感染我们其实不知道 我们社区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有零星的感染 没有所谓的社区感染爆发 对 没有所谓的感染爆发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提早部署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在社区里面 就要倡导 我们每个人进了社区里面 一定要戴口罩 防疫的小物 惠文这么多 所以各式各样 大家应该还蛮目瞪口呆的 就是这个口罩套 口罩套大家知道吗 最近已经非常非常夯了 然后最近我在那个网路上 有看到像这样的东西 大家想一想它是做什么用 大概大小跟我们的口红再大一点点 然后大概是这个开罐器的大小 这个它的这个用意 我示范给大家看 就是这边打开 它有一个尖头 然后呢 这边有所谓的 它说有放一些消毒的药水在里面 目的是让你用这个去做碰触 按电梯 按电梯啦 大家很担心的 避免接触感染这样子 好 它有这个效果 另外呢 它的后端把它打开 这个做什么用 大家想想 还蛮神奇的 对不对 手指头摸 不是 手指头就是按完 没有手指头没按电梯 比方我们这个是把门靶好了 它要让你这样子 也是避免手的接触 开门那时候的门吧 对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也是现在还蛮夯的 这个还蛮时尚吗 我戴戴看 就是渔服帽配上非常密闭的 这个有一个防护罩这样子 对 而且呢 它是可以就是 它是活动式的 如果之后疫情结束 你还可以把它拆开来使用 我有看过各式各样 比方说它是用拉链式的 或者现在小孩子的也出来 然后前几天我看过一个 它是也还蛮Fashion的 就是它是用棒球帽 旁边钉两个扣子 然后你的口罩呢 要做什么样的口罩 戴上去的时候 耳朵不会痛 把它扣在那个扣子上 现在也有这种东西 创意八迷 对 很多小物 还有这个特别讲一下 大家应该就知道嘛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看过 它因为传说中就是 含有这个酒精的成分 所以在以前我们跑SARS的时候 大家知道曾经也被抢购一空 然后现在也是有流行 就是有些民众 他可能觉得我买不到这个酒精 我用这个当替代 但是它的这个酒精成分 老实说会稍微低一点点 比我们一般讲的75% 要再低一点点 而且医师也不太建议 真的是用这样去使用 你如果要防防蚊虫 或是我们老阿嬷的这个智慧说 拿来擦擦身体的香水用 或者是有一些蚊虫咬 偶尔这样做是可以啦 但是不建议拿来真的当成这个消毒用品 了解 欢迎口罩设计师Lily 来 Lily她有设计了布口罩 里面塞了外科口罩 大家好 我是Lily 我们其实一般开始 以前看到就是这一种布口罩 对 然后慢慢慢慢衍生出来 前一阵子就是医生有介绍说 可以在那个口罩里面塞那个不织布 或是那种什么静电那一类的布 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一种 然后慢慢慢慢衍生出来 我们就做了这阵子很夯的这种 中间可以塞医疗用口罩的 懂啊 把它塞进去 然后就可以不用每天都换 这个医疗口罩 然后也比较环保啦 对 好 我了解了 但请问你的这个材质是如何挑选的 因为我们最一开始是做防剥水的材质 对 因为大家都想说啊 你避免外面的东西这样跑进来 然后可是因为防剥水 其实它比较没有那么透气 所以呢我们就找找找找 找到台湾专门做机能性布的厂商 对 做了这种吸湿排汗 然后又抗菌的布 对 所以各式各样的颜色都做出来了 它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布口罩啦 但是你把这个外科口罩 因为现在口罩实名制有限 就把它塞进去 等于是延长口罩的生命 对 然后你就每天洗这个外层的布口罩 对 王医生其实最早 医疗上是使用布口罩的对吧 对 因为最早的这个口罩 我们叫做外科口罩 外科口罩的意思就是 外科医生在开刀的时候 哇 这个病人躺在这里啊 开疼破肚啊 四个外科在那边 一大堆话 口罩喷到人家 这个肚子里面 当然会感染嘛 所以你叫外科大夫不讲话 那也不行啊 那个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口罩有毒 就把它挡起来就好了 所以最早的口罩是 挡医生的口罩的 挡医生的口罩的 所以他的口罩 第一个功能就是挡口罩 挡自己的口罩 怕别人传给你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刚才讲过 健康的人不要戴 健康的人口罩是健康的嘛 对不对 不健康的人口罩 他才有毒嘛 是这么回事 但是另外一个口罩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 那挡别人口罩 那就是防护啦 别人口罩有毒的时候 自己防护 这个就是医用口罩了 医用口罩的话 我们就不建议这么处理啦 医用口罩一定要密闭 那一定要那个膜 还要能够把那个水啦 那些东西给它挡住的 这才行 所以它有的规范 所以在一般的那个社区 或者民众的话 你用布口罩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 未来可能在快的话 半年之内 这个所有的这个药价 是会上涨的 就所有人都要到 要关好上面去逛街 那你这种封闭有意义嘛 像这种2.0版就是像 未像我们这种上班族而设计的 是 我其实身边满多朋友 都在抱怨说 他们没有办法 像阿公阿嬷这么早去排队 这样 所以我们的这个2.0版 现在上路了 是完全针对我们一些 没有办法去排队的族群 所做的设计 那我们的这个机制就是 从12号开始开放预购 它大概一个礼拜时间 那你可以使用自己的家用电脑 或者是用手机 它用这个健保的APP 原本就有这个APP 那你直接输入 然后做登录这样子 那你做了这个登记之后呢 在3月19号之后 它会开始统计 你是不是有真的登录到了 听说啦就是 如果这个超量的话 还是要用抽签的 所以也不是你有登录 就一定买得到 那也要测试看看 再来呢 那你当然第二周的时候 它就开始进行一个付款的动作 再来在3月26号之后呢 就可以到这个超商的通路去取货 那你就是凭这个 我们的身份证件 还有你的手机的凭证 减讯的凭证 你就可以去领取这个口罩 一样是三片 一个人三片 一样是七天 只能有三片 所以如果你是有登记的朋友 他在26号以前 你还是可以去药局买 那当然就是这一周 你就不要再重复买了 不过听说上线不容易啦 我今天早上有特别试了一下 是有跳出来的状况啦 那不晓得是不是 还没有完全弄好这样 不过台湾走在防疫的最前线 你看现在韩国跟日本 都要开始学习台湾 但台湾已经开始升级到2.0版了 因为台湾的口罩产能 现在是倍增的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1月底那时候 在农历年期间 大家就是一阵恐慌 都会觉得说 我们的口罩就是不够 听说那个时候 就算我们政府每天拨600万片 也是通通都卖光 那就很紧张 因为存量跟备货真的是不足 但是一直从这个陆续的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一开始是到超商 一个人可以买三片 然后因为没有办法统计 重复领取的部分 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在改版 我们刚刚讲到 现在已经到了2.0版这样子 那在实名制上路之后 当然你的这个我们的释出的量 会有受到控制 但是产能还是要加紧找步 那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行政院的部分 他有号召我们国内的国家队 来组这个机台 那现在就是60台机台都已经 已经正式的交工了 然后正式的上线 所以我们目前呢 希望是在3月中的时候 然后可以来到日产1000万片 我们也要超前部署 现在有个情况是说非常担心 特别是慢性病患者 因为现在很多的药品 听说有缺药的危机 像节日针痛药啦 抗生素啦 是不是未来会短缺 还有一款是甲状腺机能抗净 现在好像要另找来源了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 学民药的原料的部分 是从大陆来的 那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大陆的状况 就是有的都还没有动工吗 有的是被封城的关系 有的就是产能也都还出不来 然后或者是交通这个封闭的关系 所以目前我们有做一个统计是 大部分的药还是有一个既定的存量 大概就是五个月到六个月左右 那但是呢 像刚刚讲的有几款药 目前是高度的关注啦 就是说在它的这个原料部分 可能最近会做一些这个通报跟统筹调度之外 如果真的在原料部分取得有问题的话 目前是计划说 是不是改原料的这个来源 比方说我们到印度啦 或者是到欧洲等等 那或者是说我们会用这个 其他的品项去做替代 那但这个部分目前官方他们是说 他们在调查当中是 还没有到这个缺货的一个状况 但是可预期的是 因为这一波疫情 这个未来可能在快的话半年之内 这个所有的这个药价是会上涨的 人来人往的广场 现在人烟相当稀少 武汉肺炎肆虐意大利 总理孔帝为了抑制疫情下令封城 米兰火车站许多军人警察 都站岗在巡逻台前要旅客填写旅游史 就判一个不小心武汉肺炎的患者 坐上大众运输成为漏网之鱼 疫情告急意大利在10号封城 是首次民主国家限制人民的行动 禁止公共聚会扩展到整个国家 关闭了电影院剧院体育馆和酒吧 葬礼婚礼和教堂活动也都不能举办 所有学校目前宣布关闭到4月3号 除了工作和特殊需求都不能离开家里 意大利疫情严重 当局祭出新政策想要缓和疫情 不过以公民自律为基础 能不能有效防止疫情扩散 也让人民相当担忧 记者综合报道 不止意大利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都已经进入警示了 意大利是全国封锁 康哥 是 而且现在欧洲被认为说 几乎整个都已经沦陷了 而且大家都开始追说 我的这个第一个源头到哪里 结果很多人都讲说 根本就是从意大利这个地方传出来 所以包含米兰这里 其实很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地方应该要严加控管 可是成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你讲说我有作为 问题是你又没有把它封得很紧的时候 好 你就可以看到孔帝现在 整粒头目会燒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讲说其实已经没有时间了 为什么 他不止确诊人数增加 他现在已经跳到 既中国大陆之外 全世界整个确诊人数最多的 你看他单日确诊有1797个人 将近两天 一天耶 对 那死亡将近100个人 所以他的整个月聚到全球第二名的时候 我跟他讲搞不好再下去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对意大利这个工匠会产生担忧 为什么你知道 过去大家就直接讲说 意大利为什么这么多 这个问题的存在 因为很简单 意大利自己本身是文化 艺术 精品 时尚的中心 所以他每年有非常多的这个展览 然后什么东西大家都觉得说 到意大利里面去办的话 全世界各国的游客都会去 他也因为这样 他就不敢进 你进得这么严格 我所有的东西都挂掉 我的生活 我的经济 我的消费 我的所有的名声 全部通通都停在 所以孔帝呢 他就做了很多这种 表面上我也有宣布 可是我就不敢做到死 那你看 你做死的话 就没有人敢进来 他也承担不起 但问题就这样 你知道防疫的这种东西 你第一时间 你下了决定之后 你一定要做 结果你看了 他第一次讲说 我告诉你 伦巴底大区这边 1600万人 我们先给他实施封锁 可是他很怪 你要封锁就直接封嘛 他不是他先预告 结果你就看到 有记者去采访 那个车站一大堆人 在那里跑 你他拖着行李 大包小包 有人问他说 你是不是在逃命 没有我在逃难 那你这样有封跟没有封 是一样的吧 因为所有人 跟武汉当时的那个情况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结果他现在跟你讲说 因为太严重 世界 其他欧洲国家 全部都对向他 那对向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 3月10号呢 除了工作健康 跟紧急事件之外 不得离开居住地 听起来也很严 对不对 他有做 可是你想想看 除了工作 不好意思 我今天工作 我要到隔地去 好吧 你走吧 那有封吗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嘛 就你这边 所以我就知道 他在有做跟没有做之间呢 他一直处在这个状态 好 现在跟你讲说 严重 严重 那这样好了 学校关闭到4月3号 公众机会不行 体育赛事不行 所以一甲 我们刚刚讲说要喊咖 对不对 可是你把小孩子 你说学校通通都关闭 放在家里面 对 好 那老人 老人可能有比较大的 感染风险 老人在家里面 结果你知道吗 他遇到另外一个状况 所有的广场上面 挤满了人 因为大家在家里 没事做 就所有人都到 广场上面去逛街 那你这种封闭 有意义嘛 你人不能出来 没有错 可是在公共场合里面 一大堆人说 甚至还有记者 到意大利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一大堆人讲说 我们就是身心浪漫 该亲吻就亲吻 该干嘛就干嘛 我们根本不会怕 那你觉得 这种检疫过程有用吗 处处是防疫破口 台湾 台湾现在集会有 六项风险评估的指标 告诉你多少人 你要先延后取消 这个就是在我们大甲 郑兰宫那个 绕境活动之后 大家延你出来的一个 等于指标性的办法 那目前我们官方 就是规定就说 如果你要办 这个大型集会活动的话 不管是什么样的形态 你都要有 这六项的风险评估指标 包括第一个 你的这个活动 是不是能够掌握 所有参加者的来源 或是名单 第二个 你的活动空间 你的通风的一个状况 第三个 参加者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可以 维持在一公尺左右 第四个 参加者的位置 是不是固定 第五个 活动持续的时间 第六个 是不是能够落实 我们手部卫生 跟佩戴口罩 这些防疫措施 当然这六项 绝对都跟我们的 疫情的传播有关系 包括距离 包括空间 包括你是不是通风 包括你的一个位置 这些等等 那事实上 我知道像文化部 他们的规范又更严 针对艺文活动 因为艺文活动 是在室内居多 有些展览 然后表演 他们是在这个 六项 六项的这个风险评估之内 他还限制了 人数的部分 不过惠伟好像有观察到 就是说 有时候学校防疫认真 很棒很棒 真的很棒 不会有出现一些状况 你自己的小孩 是怎么回事 其实从开学到现在 也一段时间了 我们目前的生活形态 就是每天出门前 一定都先要帮两个小朋友 量这个耳温 量这个耳温这样子 然后要填卡 然后去到学校就进去这样 那学校的措施呢 目前就是家长也都不能进去 那他们也减少一些人员的流动 包括志工妈妈 以前会入班去做说故事啊 等等这些也都停下来了 那我们自己会比较紧张的部分是说 因为我有一个小孩 他真的体温偏高 他量了这么多天 大概都是37度2 37度3 我都觉得他只要再一下下 他就会被退货 所以他是静还是不这样 所以我就很紧张 因为包括我目前为止 有接到一通来自学校的电话 那次还好是通知别的事情 然后后来有一天是放学回来 他跟我讲说 妈妈我今天有去 就是中午被量然后超标 我说然后呢 怎么我没有接到学校的电话 他说我就被叫去保健室 就后来又重复测了耳温的部分 才过关 就是37度1 37度3这样子 然后他说 我刚刚才喝完中午一碗热汤 再量我的耳温 当然就超标 我说真的是 我都要提心吊胆 随时准备接学校电话 而且真的很麻烦的地方是 现在规定是说 如果你是有这个发烧的状况 要带家长通知带回之外 你还要当天去就医 然后当天要通报 你检查的结果这样子 其实我们会有点担忧这个部分 现在不是叫大家说 你尽量不要去医院 有时候小孩子的一个体温偏高 不见得真的是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你要我们当天又要去医院 就诊又要去跟学校通报 其实我不知道实际 是不是能够真的落实得很好 其实在韩国的话 这样的邪教还蛮多的 也会强迫一些教友 做一些比较 比较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一些跟性有关系的 我特别介绍的是陈兆青中医师 他是欧巴 他来自云林 是因为他娶了台湾人 是韩国女婿 所以他对韩国跟台湾 都相当地熟悉 我们今天请陈医师 你怎么样来看 就是说韩国现在的住宅区 它根本就是爆发的是大规模的传染 你看大丘首封楼三分之一的住户 几乎都是确诊的 这跟文化是有关系吗 像我们刚刚讲的按电梯 韩国的文化是怎么样 而且你说韩国很多电梯里面 都是什么猜猜看 密码所 密码所 对 其实我最近刚跟大丘的 因为我很多朋友在大丘 所以跟他最近刚好有一些联络 然后他们也是讲这些 分享一些大丘这个的状况 那其实他这个大丘 这是国民住宅 那国民住宅 那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民众有去申请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入住 那基本上他这个的状况是说 他当地的人有在传说 他这个国宅 可能是跟新天地的 新天地的教主 他们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教友的 他们把当作一个宿舍 因为变成说 他们新天地的教友 就是有很多教友 就是无家可归的 很多都是从 很多都是从家里 家里信到 很多从家里 信到这个教之后 可能就是教主规定 说你不能跟家人讲 他就额外去住这个地方 他已经被洗脑了 那被洗脑了之后 他就是在新天地这边教主 他需要更多的信众 所以变成说 他要去收容这些人 那大丘的这个公寓的话 刚好又跟新天地的教会很近 所以他们就决定 把这些人 把这些教友 把他集体的收容在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 这边有146个人 在住在这边 其中90几个人 就是新天地的教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之前有看过 一个例子的报道就是说 他们之前有住过这里的人 分享说他们有门禁 门禁 他们到了半夜12点之后 不能出入 对 所以变成是说 他们这些人要 但他们不能出去嘛 半夜 那韩国人半夜很喜欢干嘛 喝酒 对 炸酒 对 所以他们只好 只好比如说教友之间自己 可能有互动 所以变成是说他们自己 聚会了 所以自己在秘密的空间 喝酒聊天 分享一些事情 所以变成是说 会造成说很多感染源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在进出电梯的时候 都是要用密码 按密码 他们可能用手去按 其实韩国人的他的 其实他们的卫生机构 也没有是很警觉 就基本上他进入门口的时候 就要按一次密码手 那已经 第一道 第一道 那第二道 要进入电梯的时候 又第二道 第二道 那第三道 回到家里 家里第三道 就基本上他手 永远都是一个 会有危险的地方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再加上他们这个 新天地教主这些 教友的互动 再加上手的接触感染 所以他这边的案子 会突然爆料 其实在韩国的话 这样的邪教还蛮多的 我们韩语叫 就是 韩语叫什么 就是变成说 它是一种邪教 那这种邪教的话 他们会有一些比较 有较偏激的一些想法 那比如说 你进来信这个教的时候 就要必须说 不能跟家人讲 然后也不能 也会强迫一些教友 做一些比较 比较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一些跟性 有关系的这些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能在参与他们的 集会的时候 可能就是不要让他们 戴口罩戴眼镜 反正你只要信我 你的身体就不会有问题 我有一段画面 这个画面是在明洞 明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您的叔叔 现在就是在韩国 对 他们几乎都是不出门的 几乎都不能出门的 因为他变成说 你只要 现在你是明洞 你现在你去明洞那边的话 几乎就是 人员都比较稀少 不管是明洞 那他周围的商场 比如说保育公司 或者是一些市场 他们都几乎就没什么人 甚至是最近有传出 就是说他很多市场 最近这几天就要倒闭了 因为实在是 实在是没有客人 那几乎 因为明洞那附近的话 就是商业区比较多 那周遭有很多餐厅 那一般来讲 周末时间过去的话 像我以前回韩国去玩的时候 一定会去明洞 那也会去吃他们的东西 会去餐厅 那基本上你周末的时间去的话 几乎都要等一两个小时 但是现在去的话 不用等 完全没人 完全没人 所以里面是空的 就他们现在也是 也是偷偷摸摸摸摸了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台语讲得真好 对 这个就是说韩国的美食店自救 都在卖食材 像这次在灾区是大丘 那大丘那边就 它非常严重 几乎他们餐厅 几乎就是没有客人 所以变成是说 他这边有个网站 这边有个网站 就是大丘的一些 他有介绍大丘的一些餐厅 所以他这个 他就是会把一些餐厅的资讯 放在网站上 那这个网页的创始者 他就常常会听到店家 跟他反映说 怎么办 我们这边今天拎个客人 完全没有收入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们这些食材 因为食材就 因为韩国人很喜欢吃烤肉 对 那这些农冻食材 放太久的话 一定会坏掉 对 这变成说他们就是 这个老板 这不是老板 就是他这个网页的创始者 就帮他想办法 就是不然这样好了 那你们今天既然这些食材 食材你剩这么多 那我干脆帮你把这些资讯 剩多少放在这上面 看有没有 看有没有一些 因为现在大家不出门 对 所以看有没有一些 这个老板性 看到你这个网页 这家有什么某某肉 什么鸡腿肉 有送到那些食材 有剩了这些食材 就直接跟这个 直接上网登记 然后买了之后 去清空他们家的食材 那这样的话 也会有一笔收入 现在韩国中医工会也声明说 希望加入防疫 又让韩国的医师 投入检疫 包括裁剪 连裁剪也要吗 对 裁剪 他们就是 因为韩国他们中医师 韩医师工会的话 他们比较积极 因为他们就是为了想要说 投入这样的防疫的工作 那目前政府的想法是说 是比较 站在比较反对的想法 那刚好他们最近跟 韩国的西医师工会 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同 所以目前并没有让他们 加入这样的检疫工作 但是他们韩医师工会 首先先提出五个声明 他们这边有设一个电话号码 对 那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你可以直接免费打他们的专线 然后韩医师会直接 在电话上帮你问诊 对 然后问诊可能会帮你再开点处方 我自己的同学也在大修职业 那我现在我那个同学 目前是卸业状态 所以也是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影响 欧巴的讲解非常的仔细吧 对 好 我们来看看日本 日本对于这一次的武肺 也被自己国内批评说 你真的是慢半拍 没戴口罩开心唱着KTV 但即使该名男子得到武汉肺炎后 居然无视地方医疗机关 在家隔离的要求 失之外出在外面喝酒唱歌 但没有危机意识的还有他 7号日本群马县传出第一起确诊 是一名40多岁的幼稚园老师 出现症状后居然继续上课 和他接触过的147人当中 包含孩童已经有3人出现发烧症状 让家属气氛不已 有建议国内疫情扩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9号针对议员质询表示考虑将武汉肺炎 列作历史紧急状态 但对于是否做出紧急事态宣言 安倍雨待保留表示还要慎重考虑 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我们要先来看的是北海道的紧急措施 是在二月底的时候下令 实施中小学停课一周 在二月二十八号发布了 是北海道紧急事态宣言 呼吁说你周末避免外出 第一个公开戴口罩的日本官员是他 所以当时很多人说 我要看他的真面目 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 他的真面目长得怎么样 大家说好帅哦 日本最年轻的知识 北海道林木直道 我们的制作人群都好喜欢他 来 汇文 可是他已婚有小孩 没有啦 就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日本的这个疫情来讲 北海道是算重灾区嘛 它几乎是所有全国病例里面 最多的一个地区 所以呢 再加上就是年初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盛事 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札幌的血迹嘛 那那个血迹来讲的话是 每年都会吸引至少两百万的 这个观光客到当地 做旅游也好 做消费也好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就会猜测说 是不是因为真的很巧 就是在血迹结束之后 开始爆发这个确诊病例 然后传得非常快 那大家就会想说 是不是因为在血迹当中呢 因为这么多的人员的互动啊 交流啊等等 所造成的这个传染 那这个我们所谓的 这个最年轻的这个知识 他呢 在当下 其实他的步调算是比这个全国的 一些措施要来得快 包括刚刚讲到说 这个学校要停课等等措施 甚至他非常霸气的说 有责任我扛 这句话一出来 哇 大家就是马上就是对他眼睛一亮了 尤其口罩一拿下来的时候 可是呢 他在记者会上 他是戴着口罩的 也非常的跟其他人的作为 比较不一样 大家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武断地 来处理这件事情 事实上你去看他的相关背景 他在去北海道之前呢 其实他在非常多的地方单位 都是做 尤其在东京 他也是都在那个 卫生保健部门工作过 他有相关的这个背景跟经验 所以呢 在包括说 他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抗疫的一些措施等等 他都非常的积极 而且他是别人不戴口罩 我就戴口罩出来主持记者会 欢迎特别嘉宾职能治疗师 陈妍玲 这条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最小的才出生 30个小时就染病了 这个手版上面有写 在中国有一个女婴 它的确诊个案 在澳洲也有 在日本也有台湾出现 11岁儿童确诊的个案 所以请问一下 小朋友跟婴儿到底是要如何防疫 你平常在医院工作 你好像说你的外套都是反折的 学起来 你怎么反折 像现在冬天 我都会穿一件外套 那像我回家的时候 我脱下 我这样穿 脱下来之后 我其实就直接把它包进去 然后像这边 像这边开口的地方就直接这样包 然后就这样子收起来 职能治疗师还自拍了一段画面说 你一定要加强清洁门把 太重要了 对 因为其实手里拿的东西 我们大家很好想象 可是你很容易忽略 就是那个手把的位置 那像我们家里就是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他其实手很容易乱挥 尤其是我们可能会记得清洁手把 可是忘记他的那个高度 他也很容易去摸那个位置 所以我其实在家里的时候 我都会去用那个酒精 就去喷那个手把内外 还有小朋友会碰到的位置这样 所以成人都知道 勤洗手很重要 可是你要教小朋友如何勤洗手 有妙招 VCR 先抹肥皂 祝你生日快乐 Amy 凭备 开始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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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方法就叫他唱生日快乐歌 对 因为其实生日快乐歌 你唱得快的话大概10秒 10秒到20秒之间 那你大概计算一下 你自己唱的那个时间 那带着小朋友的时候 你因为你一边唱歌 它会有一个旋律 它就会很好记 那你唱一遍或唱两遍 带着它做完 那手也刚好就洗完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其实六个月以下 小朋友不建议他们 去使用口罩 那可是你还是会带他出去 那小朋友那个推测位置 刚好你口沫这样子传染的 那个喷出来的那个抛物线的路径 其实就是刚好遇到小朋友的部分 那所以呢 其实现在会建议大家 就是去拿那个雨罩 这个是推测一般都会附这种雨罩 对 或者是外面买也都还买得到 那你就是把它 至少上面这边去把它罩住 就是等于是替代掉那个口罩 那个飞沫传染的可能性 对 如果是更小的小孩的话呢 这个是宝贝 你尽量让宝贝脸朝自己 那脸朝自己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背起来 他也没有办法 给他戴口罩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有 有这种纱布巾 这种薄薄的纱布巾 或者是说是哺乳巾 你把它摊开来 那把它松松垮垮的 稍微遮盖住 夹在你的这个 这个肩带上面 或者是有人用那个奶嘴夹两边夹住 那就是也是 它也是同样的意思 它也是减少那个口沫的那一个 那个散布这样子 好 欢迎我们的首席model进场 因为今天治疗师要告诉大家 这个减敏疗法 到底什么是减敏疗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 总共脸上画的这么多的红点 也就是说可以帮助它舒缓身心吗 这个其实是因为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会有一些触觉敏感的问题 现在因为是防疫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特别讲那个 节敏感的口罩的防御 好 在家里做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说 你如果手很冰的话 那你稍微戳热 会让它觉得减少 比较减少它的那个不适的感觉 你可以让它从 脸颊的外部按压 1 2 3 4 5 从大的面积上面 然后一直到下巴的位置 去做按压 分别做5秒 5秒之后 大面积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用指腹的部分 从外面 外面我们是觉得是相对比较不敏感的地方 从外面 可以慢慢地往脸的中间去做一些按摩 那最后呢 因为我们是要戴口 因为我们是要戴口罩的部分嘛 那所以呢 接下来的重点就会到嘴唇部分 嘴唇的周围就是 我们那个红色的嘴唇的周围呢 你用指腹去做按压 大概3到5次 大概3到5次左右呢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地从嘴角 往耳朵的方向去进行 就是整个那个 那个这个 TM的这个关节的部分往上 那最后最后 就是更靠近嘴唇的部分 有点不好意思 再往 再多按压 那这样的过程大概重复3到5次 它会是一个就是比较有效的一个解敏感的方法 对对对 好 谢谢治疗师 观众朋友拿起你的相机 欧巴伊斯要告诉你 中医的防御方叫做霍香正气影 来霍香两前 佩兰两前 我录影这么久 第一次听到佩兰 这人名吗 不是 不过欧巴伊斯有说 尽量请中医师帮你挑 对 当然是 最好是因为每个病血的特质 会因为节气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 我觉得中医师也是要 患者有生病的 还是请中医师 正确地了解你的体质 开硬 开立相对的处方 对患者是比较好的 好 霍香正气影 接下来就是提升免疫力的穴道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在 几乎我们中医的观点来看 你有提到风的穴道的话 基本上都有抵御外形的作用 那我们这边有介绍 风尺跟风虎两个穴道 那风尺的话会比较好取 那风尺的话就是我们就是 看到那患者的话 我们就是很简单 我们虎口对不对 那我们虎口从这个地方 凹陷往上推 推到有碰到骨头 接近枕骨的这个地方 有个凹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你可以有时候 可以帮它做一个暗柔的动作 可以加强它抵御外形的作用 那风腐的话 它是在枕骨下面 那这个就比较不好取 那再来就是手部的穴道的话 像这个颌骨 这个大概很耳熟能响 那我们取的方式就是 我们的食指跟拇指紧扣之后 一个最高峰的肌肉 我们做一个按压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会影响到它的脾胃的功能 会有一些水湿的体质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按压内关穴 那内关穴的话就是